航空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是需要修空气的 这个工作由进气道来完成 但你有没有发现 客机发动机的进气道又圆又短 而战斗机的进气道 这很多都是又方又长的 这是为什么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航空发动机的进气道 这两天我正好有些感冒鼻塞 所以吸到肺里面的空气就要比平时少很多 大脑缺氧的感觉非常明显 所以完全就不想动 对于发动机来说 进气道显然就是它的鼻子了 而你最不希望看到的应该就是它也鼻塞了吧 但它还真就爱鼻塞 为什么呢 因为跟我们不一样 飞机 尤其是可以超音速飞行的战斗机 它的速度范围非常广 而随着其速度的不同 吹入其鼻子里面的空气数量 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就有麻烦了 发动机的核心只有一个 也就是它只能针对一种进气量高效工作 进气太少或者进气太多 它都吸不过来 相当于就是鼻塞了 而除了鼻塞还有更麻烦的 那就是这个发动机的核心本身 还特别脆弱 要是吹进来的空气速度太快 就会让里面的叶片发生震灿 从而损坏 后果很严重啊 那极限是多少呢 必须是亚音速的 你看在前后两点 对飞的不那么快 速度范围也不是那么大的 客机来说还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对需要一路加速到 超音速的战斗机而言 就十分不友好了嘛 那可怎么办呢 就只能针对它的鼻子 也就是进气道下手了 战斗机的进气道之所以那么长 就是要肩负责解决以上两大问题啊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它们具体是怎么解决的 先说减速 早期的进气道大多是 皮托式 激波追式和二元式 现在呢 这很多都用上了 加莱特式和古堡式 但不论是什么式 减速考的都是一个式 那就是激波 上一期我们刚好讲到过激波 超音速气流在经过激波后 速度大减压力俱增 这不正好就是进气道想要的结果吗 所以呢 进气道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人为的制造激波 皮托式进气道是一个 盾头带开口的结构 能够产生出减速能力 极好的弓形激波 十分的简单粗暴 常见于第二代战斗机身上 当然也有一些注重亚音速性能的 三代机会使用 比如F16 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弓形激波的中心其实是个正激波 而正激波带来的阻力很大 还会让空气的能量骤降 导致发动机因为得不到高能量的气流 而效率下降 所以呢 我们其实是不希望 一开始就产生弓形激波的 它最好能是个斜激波 然后再慢慢变成弓形激波 这样既降了速 也不会损失太多能量 于是晚期的二代机和早期的三代机 就开始使用上了激波锥的设计 它会先用圆锥的尖端产生一道圆锥形的斜激波 让这个斜激波正好落在后面的进气道的边缘 进入进气道后呢 斜激波就会在两个表面之间开始反射了 每反射一次速度都会减少一点点 最终演变成一道较弱的正激波 经过正激波后气流彻底减速 最终来到了亚音速 同时由于是温柔的减速 所以依然还是能够为发动机提供能量较高的空气的 效率自然也就不打折了 有的激波锥甚至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以此来调节进气量 从而匹配发动机的不同工作环境 达到更好的工作效率 比如SR7上面那两台J58发动机 当然跟下一代的二元进气道比起来呢 激波锥对气流做的那些事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因为它能够实现更加复杂的控制 比方说可以收放的进气口 在压音速时扩大进气口增大进气量 在超音速时缩小进气口减少进气量 比方说可以调整角度的进气道上原斜坡 它能够让斜激波在任何飞行速度下 都正正好反射到下原上 形成后续的减速链路 让发动机始终保持高效工作 很好了对吧 除了结构有点复杂 重量不够轻盈以外 在进气方面呢 你还真没啥可以要求它的了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点 慢慢就暴露了出来 不够隐形 二元进气道必须是个矩形 否则呢 之前说的那些美好的气流调节功能都是白相 但矩形的截面恰恰好 相当于是一个完美的脚反射器 使雷达波能够被原路折返 大大增加了其被探测到的可能性 这个在现代空战中就是绝对的硬伤了 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拿个斜切工具把矩形推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吧 它呢就是F22记忆下面挂着的加莱特进气道了 有没有觉得如果只是把矩形推成平行四边形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吗 应该没这么简单 你的直觉是对的 加莱特进气道的来头可不小 虽然不太看得出来 但它其实是一个沉波体 我们之前讲沉波体的东风17时 拿过一个模型来举例子 就是这个把两边往下拽了的歇道沉波体了 它可以把激波面包裹在其下表面上 从而利用激波来获得胜利 那个视频很有意思啊 推荐你一定要看看 然后我们把这个歇道沉波体复制一下 翻转一下 再看看它俩接起来的激波面 是不是有点眼熟了 对的 就是加莱特进气道的那个平行四边形截面了 所以理想情况下 加莱特进气道是可以形成一张 像薄膜一样包裹住其入口的激波面的 从而在不需要任何可调结构的情况下 获得较高的进气效率 同时还能避开直角边的直角反射器效应 提高隐身性能 所以算是一个既轻盈又高效的现代进气道了 那么还有没有比加莱特进气道 更加现代的进气道了呢 有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 古包式进气道了 它的全身应该叫做无负面层格道 超音速进气道 但由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位于进气道入口处 紧贴着机身的那个古包了 所以通常都叫它古包式进气道 那么这个古包到底要干什么呢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就是为了把负面层格道给去掉了 让我们回头再去看看前面的几个进气道 有没有注意到 它们同机身之间通常都留着一道小缝 这个小缝就叫做负面层格道 为的是防止负面层的气流进入到进气道里面 由于飞机的机身同空气之间是存在摩擦的 就使得紧贴机身表面的那一层薄薄的空气流速较慢 当这层流速较慢的空气同其余的超音速空气一起进入到进气道后 极容易造成压力分布不均匀 轻则使发动机叶片发生震惨 加速金属疲劳减少生命 重则使压气机失速传震直接报废 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要把负面层格离在进气道之外的 但负面层格道的存在也不利于战斗机的隐身 其缝隙特定的宽度会使得特定频率的雷大波正好可以跟它发生共振 反射出强烈的回波增加了自己暴露的风险 而古包设计的妙处就在于 其前部扁原锥形的造型在气流经过时 会在中间产生出一个高压区 来将负面层的低速气流推到两边去 使它们不偏不倚正好错过了进气道的入口 但它那也就难在巧妙上 古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三维曲面 很难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和计算器产生的结果 只能依靠现代计算机的强大算力 来不断模拟与优化 所以只有可能出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上 比如F35、J-20等的 在降低了重量和生产成本的同时 却提高了进气效率与隐身性能 好了 以上就是这几种超音速进气道的简单介绍 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之所以超音速飞机需要用到进气道 就是为了将超音速气流降低为亚音速气流 以便发动机能够正常的呼吸 而且降低的手段就要尽量温柔 能用斜机波就不用正机波 能多用几个斜机波就多用几个斜机波 越多越好 与此同时 要是还能做到结果简单又隐形的话 那就好上架好了 你记住了吗 我是火箭术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